主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道理,互相勉励 今天晚上跟大家来学习十日架的道理 对这个十日架有两个很极端的一些看法 有的人看不起十日架,非常的排斥 比如说最近在中国浙江啊,有一些基督教堂的十日架被拆掉 我们教会早期南洋也有一些人很反对十日架 他们认为说十日架是国墓的记号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对十日架非常爱慕 有些基督徒把十日架挂在身上 当然有的是做记号 但是有的人啊,把他当作说 我可以靠着这个十日架来保护我 但是有的人教堂里面都放十日架 变成他们崇拜的对象 我们对这个十日架啊,我们当然不可以把它当五项崇拜 所以我们本来在讲台后面啊,有一个十日架 我们就把它拿到外面去 它就是避免说啊,把这个十日架当作崇拜的对象 现在这个十日架也成为一些啊,救恩啊 比如说那个医院啊,他们都有那个十日架 就是救人的一种标志 这个教堂外面放十日架 啊,来表示说,这个是教堂,就是拜神的地方 啊,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对十日架不要把它五项化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排斥 啊,事实上这个十日架有它很重要的使灵意义跟价值 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二章 《格林多前书》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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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主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日假 保罗就很看重十日假的救恩 因为他认识主以后啊 他竭力地宣量 主耶稣基督十日假的救恩 所以他说我在传道的时候 我立志不知道别的东西 我只宣讲啊 耶稣基督的救恩 还有他定十日假的道理 我们看一章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 因为十日假的道理 在那魅亡的人为于主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 所以一般人啊看不起这个十日假 他们认为说那个是愚主的道理 那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啊 我们很清楚知道十日假就是神的大能 因为神的救恩啊就是借着基督的十日假来完成 本来这个十日假是罗马人啊 罗马政府在刑划罪人一个非常残忍的刑具 那这个犯人要受尽各样的凌辱 然后啊在非常惨痛的刑划当中啊 慢慢的伤掉他的生命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啊 为着我们所有的人啊被定十日假 所以这个十日假后来变成啊 众人在歌颂啊 为着十日假效命的一个目标 甚至很多人啊 啊甘愿为着十日假的救恩啊 啊来为主殉道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就来查考这个十日假的道理 那这个十日假是 从耶稣被定 啊受审判 他的整个过程啊 是福音里面都有激战 耶稣来到世界 啊传道三年多的时间 啊他工作完成的时候啊 他的门徒犹大把他出卖 啊所以主耶稣在最后一次的一月元席啊 跟门徒所一月节元席以后 啊他们就到克西玛尼园去祷告 啊犹大就带来一批啊 祭司长的猜疑 啊到克西玛尼园来抓拿耶稣 他们说啊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要找谁 他们说我们找哪杀这个人 耶稣 结果众人就后退啊倒在地上 后来他们又起来又说 耶稣又问他们你们找谁 又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找我 就让这些门徒让他们离开 后来主耶稣就甘愿被他们抓去 啊门徒就示善了 后来他们把主耶稣带到公会啊 在大居士啊 在那边受审判 他们公告他的罪名是他著称为神 事实上啊 耶稣就是神 所以他们 他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啊 我是那个主有拥有的 我不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 我是的话 你们会死在最终 啊但是他们看到他虽然有很大的权柄 啊但是他们说他明明是人啊 所以控告他 啊一方面是出于嫉妒的缘故 后来他们又把他带到西利 带到那个罗马巡弘比拉多 跟西利王那里受审判 他们控告他的罪名啊 说他助力为王 啊那次比拉多经过了三次审判 西利也审判啊 但是发觉耶稣并没有什么罪 那众人就大声要求说啊 啊把那个杀人的强盗巴拉巴放掉 啊要把耶稣定十日架 啊在那个时候众人的声音很大 啊所以比拉多就屈服众人的压力 啊耶稣就交给罗马的病丁啊 啊让他们在那边羞辱他 啊要把他带到各个他的地方啊 啊去定十日架 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啊 好像那个巴山非常大的牛群啊 啊围着他要把他吃掉一样 啊耶稣的背部啊 被他们用那个带着钩的鞭啊 打得全部都伤痕 诗边在形容说啊 好像人扶着鲤 啊鲤垢的那个鲤垢啊 啊整个肉就掀开来 水就喷出来 啊所以他们又把那个一个荆棘啊 做的帽子把它压在他的头上 啊他们把耶稣带到这个各个他的地方啊 用几根钉住就把它挂在木头上面 但是耶稣虽然被定在十日架上 他却为那些啊 啊定他的人啊 为他们祷告 说父啊你要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是无知的 啊十日架旁边啊 有一个强盗 啊他看到了耶稣以后 啊就在主的面前悔改 主耶稣答应他 你今天啊就可以同我在肉园里啦 啊那下午的时候啊 遍地黑暗 他说耶稣就在大呼喊当中断气了 然后主耶稣断气的时候 圣殿里面本来至圣所跟圣所 中间有一个帽子隔着 从上头到下面啊就裂成两半 啊也就借着耶稣替我们使打开了人通往是恩宝座的一条道路 so it was through jesus death that now men can go through the mercy 圣殿里面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啊啊 离世的圣徒啊啊他们就从屋墓里面出来 gospel of matthew says those saints who have already departed came out of their tomb 啊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是一种异象 因为耶稣啊替人死啦啊所以让圣徒啊可以复佛 because jesus died for all men so those who died have resurrected 说当时的百夫长看到这个情形说 这真是一个义人啊 就是说这真是那个要来到世界拯救人的弥赛亚救赎主 后来有些人啊本来是暗暗做门徒的 但是他们就勇敢地去向彼拉都啊要求主耶稣的身体 他们用香料把他包裹然后把他放在心服墓里面 他说有的妇人啊他们就赶快去准备香膏啊准备过了安息日 又要去告主耶稣 但是很多人啊看到这个救主就这样被伤害而死啊 所以他们感到很难过就垂胸的啊这样就离开回去啊 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啊 啊主耶稣被定的当时的情景 这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十字架里面啊 我们看到这是神伟大的爱以及祂的大能 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六节 五章第六节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章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啦 这里讲到说啊这个十字架就显明耶稣基督啊就显明神伟大的爱 因为神爱我们啊所以借着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 啊他担当我们的罪啊为我们被定死在十字架来死 他说为那个人人一人死的很少 啊但是啊我们还在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 所以神的爱就这样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爱心啊的大小就是看他付出的代价的大小 如果说你非常有爱心但是啊你什么代价都不肯出啊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神为之要试验亚伯拉罕都爱他 神对他说啊你把你唯一的儿子 就是你一百岁所生的 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 把他带去啊献作还寄来给我 神如果要亚伯拉罕献再多的牛羊 或再多的财富啊可能他都没有什么困难 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财务是身外之物 那神却说啊我就是要你唯一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 但是亚伯拉罕因为爱神胜过一切啊 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儿子是他在没有当中啊神给他的 所以既然神要啊他毫无条件的又要管给神 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到山上去 他真的要把他的儿子啊献给神 当然圣经没有 神从来没有叫人说真正把儿子献上去的 这一处主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种考试啊 要试验他到底都爱神 但是亚伯拉罕真的毫无保留的 对吧最宝贵的儿子都要献给神 后来神就说啊没有比他更大 主就自己启示 说论福气我要把最大的福气给你 论祖孙我要让你的祖孙大大的多起来 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爱是毫无保留 神给他的祝福也是毫无保留的 当然亚伯拉罕献以撒啊 这也是预表啊 神把他独生的爱之 毫无保留 为着世人啊 把他献上去 目的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世人 所以让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的救恩啊 来得到永远的福分 所以说啊 神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寇高深 这样的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错度的 把这样的福气啊就白白释给我们 我们不必顾什么样的代价 你说主要你相信 这个恩典福气啊就白白就是给你 所以圣经里面说啊 不用云钱不用代价的 这样你来 领受神的道 这个白白的福气就是给你 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大恩 他说这个十字架也是神的大能 说借着死啊 能够败坏那个长死权的 我们看希伯来诗第二章 14节 希伯来诗二章14节 说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住成那血肉之体 都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15节 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 因为人放罪以后啊 就在魔鬼的手下 做罪的奴仆 人得不到真正的盼望 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那是神本身是灵啊 耶稣为主要救我们 所以祂要灵 然后道成做生啊 成为做体 给我们人一样的做体 啊所以可以为我们被杀流血 啊这样来赎罪 so that he could be killed and shed blood in order to atone our sins 所以祂本来是荣耀的神啊 天地万物所有的全民都在祂所里面 and he holds the authority to all heavens and earth 啊那他就成为最卑微的人 降生来到宿静 but he came in the most humble form and be born into this world 啊生在马朝 长在木匠的家里 was born in a manger grew up in the household of a carpenter 啊最后又守掉他的身体啊 为我们流血来赎罪 in the end he offered up his body and shed blood for our sins 他说啊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神 and we say he is the ruler of life 啊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来死 so he is able to take up our sin and die for us 啊但是他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来战胜死亡 but he may also resurrect from death and triumph over death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啊 这是关乎复活生命的大名 therefore the salvation of lord jesus chris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great power of resurrection 有的人说啊这个宗教信仰就是劝人为善嘛 and some people say religion is only something 啊或者是给人心理上的一种寄托 or this is a reliance for the spirit 但是事实上啊真正的宗教是要来拯救我们 but the fact is a true religion is one that will save us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let turn to second timothy chapter one 第九节 verse nine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 second timothy chapter one verse nine 说神救了我们 与圣照照照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啊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啊 在基督耶稣里面 是给我们的第十节 verse ten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 他已经把死会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啊 彰显出来 本来人因为犯罪啊 啊罪的功效就是死亡 所以说啊罪因为一个人进到世界 所以死就在世界做亡 所有的人啊 都在这个死的威胁之下 现在这个耶稣基督啊 他对我们死 啊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啊所以把那个永恒的不朽坏的生命就彰显出来了 他说我们可以借着相信他 他依靠他 啊来得到永远的生命 不助于灭亡 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复活 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但是他还要活过来 啊所以这十二价的救恩啊 就是彰显神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 啊因为他要把人从这个罪恶过患死亡当中啊 救赎过来 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 12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五章十二节 五章十二节 5 verse 12 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住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而来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从亚当啊犯罪以后 所以所有的世人都在罪恶的束缚之下 那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 让我们从各样的过患当中啊 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看十七节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五章十七节 说若因为一个人的过患死就因为这个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事的义的 岂不更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十八节 如主说来 因为一次的过患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啊也就被称为异得生命了 所以亚当啊犯了罪以后 他最尽到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罪里面 那就是说这个恩典啊 他的神的救恩的效力 比那个罪够更大更丰盛 所以借着耶稣一个人 顺服到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我们所有的过患啊 他都全部可以把我们赦免掉 所以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 因为人有了罪啊 就在公益神的愤怒之下 要受审判 那因为耶稣啊已经替我们牺牲了 所以挽回了神的怒气 他可以让我们人跟神和好 以神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 也能够促进人跟人之间的和平 怕让人啊在神的面前得享真正的喜乐跟自由 那所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的救恩以后啊 我们一定要先领受主的救恩 耶稣的救恩啊已经完成在十字架了 那虽然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都知道 但是啊如果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保险的救赎啊 你还是永远在恩典门之外的 我们看罗马师第六章 罗马师六章 第三节 罗马师六章第三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使和他一同埋葬 也是叫我们一起移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 以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 以他联合 那所以这里讲到说啊 我们这个洗礼就是 跟耶稣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罪人救人啊 把他制死掉了 然后借着耶稣的保险啊 把我们遮盖 我们把我们的罪人把他埋葬掉 从水里上来啊 就变成一个复活的新人 已经得到新的生命 所以说洗礼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所以你没有接受耶稣保险的洗礼啊 那你跟主耶稣还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受洗才能够归入耶稣基督 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神在给我们一个永活的新生命 所以说啊 受洗以后啊一切都更新了 因爲我们有新的生命 因爲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因爲我们有一个永远长新活泼的盼望 那这个就是我们领受主耶稣的救恩的结果 传道书里面说啊 人都在罪里面 所以他说世界上没有新事 我们看到啊 各样的东西啊 虽然好像有些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以前就有过啦 啊这个世界啊充满着罪恶 啊所以越来越败坏 不可能越来越好 啊所以以赛亚是说这个世界好像一件旧衣服啊 越来越旧 越来越坏 啊最后就把它卷起来 就把它丢掉了 The book of Isaiah describes this world as an old garment where it only becomes dirty to the point where you roll it up and discard it 因爲在这个罪恶世界当中啊 没有新事 啊所以罪恶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败坏 And the sin will only become more abundant and more corrupt 但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才有一件新事 But there is one new thing in Christ 所以以赛亚先读说啊 Therefore prophet Isaiah said 说到了时候啊 神要行一件新事 When the time is right Lord will perform a new thing 要在旷雨当中开道路 在沙漠当中开江河 He will open a path in the desert and a stream in the wilderness 因为他要预备生命的佛水啊 啊来给世人喝 啊带给我们永恒的新生命 He will prepare the spring of living water for men so we may gain new life 啊这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完成的救恩 And this is the salvation which Lord Jesus fulfilled for us on the cross 他也借着这样为我们开出来一个洗醉的泉源 so through this he had opened a path of redemption 所以让我们在洗礼的时候 不是浸在水里面 而是浸在耶稣的泡雪里面 that during baptism we not only immersed in water but in the blood of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希伯来寺里面说啊 这个教会最宝贵的 因为他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有神在我们当中啊 施行审判 还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宗保 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里面 所以我们很确信真教会的洗礼啊 就是能够受罪的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baptism of true church can forgive sin can wash away sins 一般的教会是让他们说啊 这个洗礼只是一种形式 实际上他们的洗礼是没有功效的 ordinary church proclaimed that baptism is merely a formality but we know that their baptism have no effect 所以今天啊神的救恩在哪里 在神的教会里面 所以以无所事里面非常强调教会 the book of Ephesians emphasizes on the church 神把他的救恩啊就付出在教会里面 God has entrusted his salvation to the church 所以神的一切封盛啊 一切的权柄智慧能力啊 都在教会里面 therefore God's authority God's abundance and grace can all be found in the church 一个人要进到神的教会 才能完成啊救赎的工作 only when a person enters into God's church can the work of salvation being fulfilled 因为我们啊一些洗礼得救的道理 都是在神的教会里面 because all the teachings pertaining to gospel and salvation are found in the church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我们一定要领受啊 啊这个十日价值救恩 therefore we must receive a sub this salvation 我们才能够跟神啊建立一些关系 only by that can we build up th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啊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救人 罪人啊啊要真的把他定死掉 then we need also to truly put to death this old self 我们再看罗马斯六章第六节 the tree Romans chapter 6 verse 6 罗马斯六章第六节 Romans chapter 6 verse 6 so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日价 by receiving the baptism means we have put our old self to death and put it on the cross 啊说那个罪人救人就死掉了 啊所以就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 when the old men have died then we are freed from the boundage of sin 所以我们信主受洗以后啊 说罪就不在我们身上做王啊 after we believing Christ and his baptized sin no longer reigned in our body 啊我们就是一个富佛的新人 and now we are a newly resurrected being 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些邪情私益啊 啊一切放纵犯罪的事 通通钉在十字架上 啊能够顺服圣灵而行 that we may submit to the will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看加拉太师第六章 and turn to Galatians chapter 6 加拉太师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 Galatians chapter 6 verse 14 and 15 加拉太师六章十四节 Galatians chapter 6 verse 14 阿弹我断不以别的夸可 主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日架 因为这十日架就我而认 世界已经把它定在十日架上了 就世界而认啊我已经啊定在十日架上了 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把世界啊定在十日架 啊也就是刚刚所讲的把一些邪情示意属世界上的事情啊 啊我们不要去思念不要贪爱 啊属世的东西啊这都是暂时的金事的 for things of the world are only temporary 啊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上的一些放纵最终之乐 and don't long after all these enjoyment 好我们看罗马诗十三章 and turn to Romans chapter 13 罗马诗十三章 Romans chapter 13 十二节 十三章十二节 十三章十二节 十三节 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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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节 这组主耶稣的宝水把他定死掉了 主耶稣的异形就归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神的面前说可以白白称义 所以圣经里面说 那些信主受洗的人叫做圣徒 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的宝水得洁净了 在神的面前称义成圣 那我们要一直的披戴耶稣基督 所以要把那些属世的放纵私义 为着肉体去安排一些行恶的事情 我们通通要把这些罪恶 把它定在十二架上 不要去贪爱世界上的罪终之乐 所以我们夸渴的话 就要主这十二架来夸渴 我们不要以世界上的东西来夸渴 这个夸渴就是我们存着一种感恩的心 来赞美与耶稣的十二架感到荣耀 因为十二架就是我们的荣耀 就是我们的大能 所以我们就尽量高级十二架的救恩 以耶稣基督和他定十二架 变成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夸渴 因为我们借着这些大能 荣耀来得到赏识 得到盼望 他说不要你这个学问地位 民生享乐 做我们的夸渴 所以保罗蒙照以后 他说我把事事都好像当作粪土一样 把耶稣基督才当作自保 他说不要被这个世上的一些现实的利益 按来迷惑我们的心 女神才是 耶稣的救恩才是我们真正的自保 他不能够用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人来期待神 在我们心中第一的地位 好像古圣徒说 除了真神以外 在世上我还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呢 以耶稣基督的十二架救恩 为我们的夸耀 并且立志 背着十二架跟从主 我们看马来文第九章 马来文第九章 我们看路加好了 路加第九章 yse turn to Luke chapter 9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呢 Luke chapter 9 verse 23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 érer Maps 23 耶稣又对众人说啊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日架来跟从我 这里讲到说我们跟从主的话 要背起自己的十日架来跟从我 十日章里面又谈到说 主耶稣在走路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 耶稣回过头来就对众人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背着十日架跟从我 不配做我的馒头 主耶稣为我们背十日架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背自己的十日架 因为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 又就要效法主耶稣的教宗 主耶稣的教宗是走到十日架受苦的道路 所以我们也要立志为主受苦当作我们的兵器 当作我们的心智 他说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啊 我们才能够追求圣贼完全跟罪断绝 而我们暂时跟主受苦 我们将来才能够跟他同享荣耀 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啊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艰难的事情 有时候你为着要所道理遭受人的诽谤羞辱 这就是我们的十日架 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进到神的国 还是会经历许多的艰难 啊好像保罗为着传乎因啊 也受到众人的凌辱 众人的鞭打 啊这就是我们应当背的十日架 所以有时候为着挂心教会啊 为着传乎因啊 会遭遇到一些苦难 比如说我们要面对 环境的一些冲击跟挑战 所以我们啊 要憋着十日架跟随主 那主耶稣跟我们讲说啊 祂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的重担都可以交通给主耶稣 但是祂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 啊并且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啊 都是我们所能够忍受的 啊并且在我们受试探 遇到艰难的时候 啊主耶稣还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 啊所以在一些啊 困难当中啊 我们要专利啊 跟从主道 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当中 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艰难 但是很可惜啊 以色列人遇到困难 就是埋怨试探神 结果因为这样神不喜悦 后来就扑倒了 我们要效法这个耶稣啊 跟迦勒 所以他们有一个心智啊 无论什么样的环境 就是跟随主到底 所以他们后来可以进到那个迦兰地啊 来享受神应许的福分 另外说我们不要把耶稣重定十日家 也就是说啊 不要故意的犯罪离弃道理 所以我们如果出手在神的恩中啊 神的恩典会不断 源源不解的领导我们 那是对那些严厉的 对那些啊 跌倒的神 对他们是严厉的 所以我们啊 一定要出手在主的恩典当中啊 如果我们故意离弃道理 说这样就是把耶稣重定十日家 就没有 就在没有救恩啊 主有等候啊 善善惊惊 等候末后的审判 我讲最近我们那边发生的一个见证 我们有一个姐妹啊 因为她家庭遭遇到一点困难的事情 另外因为她是从小信主 她本来就对我们基本的信仰 她很了解 她看到网上有一些啊 怎么把这个 五大信念 五大教育啊 她都不承认哦 所以她就为着这些事情感到很难过 所以她就花一点时间啊 在一个星期日早上啊 特别为自己 为家人 为教会祷告 所以她就花了时间 传言所以她感到很困扰 所以她祷告很久 她说祷告多久 她不知道就是很久的时间 啊突然间啊 啊那个灵言啊 联系出现 她说她不会学啦 不过那个灵言好像是 哒哒哒哒 几句 然后就是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还五次 啊接下来就是用很清楚的 那个听都懂的话 很庄严 说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就是主你的神 我就在这里 然后又答答答几个字 就是灵言啊 啊接下来又是哈利路亚 啊连续也是四五次的这样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是主你的神 我就在这里 啊她一直觉得说 接下来这个灵言应该有意思 应该要翻出来的 因为没有翻出来就不晓得什么意思啦 但是她说应该有意思的 啊在我们宁愿会的时候 她就问一个年轻的传道者 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啊那个传道跟她讲说 那几个字是不是说主耶稣在讲 我就是你的神 那她说不是不是 因为她知道说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应该是五个字 啊后来 啊其实晚上啊 啊七点我们要去聚会啦 啊结果她就走到会堂 一坐下去 那一天晚上 另外一个传道者要讲道 啊那个题目就打出来 她说那个时候啊 啊那个灵里面啊 从那几个字 连到她的脑筋 连到她 啊讲的灵言那几个字 就连在一起 啊圣灵就告诉她说 就是这五个字 啊那个五个字啊 啊那个 啊年轻的传道者在讲道的题目 叫做真耶稣教会 啊所以整个把它连起来啊 神说我就是耶稣华你们的神 我就是你的神 我就在这里 神耶稣教会 然后哈利路亚 非常感谢主啊 很多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啊 她都感到非常大的造就 啊尤其我们在软肉当中啊 神一再的啊 给我们证明 祂就在我们当中 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啊 的确是有全被得救的福音 我们来唱诗三百七十首 让我们一起唱诗三百七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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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